大家好,今天这支视频呢是要跟大家分享我的十个美妆小tips 这些tips呢是我日积月累积攒下来的 所以大家认真听哦 那好不啰嗦了,我们直接看看都有哪些tips要跟你们分享吧 秋冬天呢其实全身上下都会变得比较干 那这个时候呢是需要补充的大量的油脂和水分 但是当你做足了保养,依然发现比如说鼻子上面或者是嘴角边有一些小脱皮的话 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我非常建议大家随身携带一支亚顿的八小时霜 其实有蛮多品牌都有出类似这样子的产品 但是我好像用来用去呢都会觉得这个亚顿的八小时霜是最好用的 而且他们家是有出这种小包装 这个小包装是28克的 非常适合放在化妆包包里面 八小时霜除了可以及时拯救这些脱皮的部位以外呢 它还有其他的功效哦 比如说突然间你发现你的指缘有稻刺或者是很干呢 也可以擦这个八小时霜 又或者是你的唇部有脱皮很干燥 可以马上擦这个八小时霜 其实带这一支出门呢全身上下只要你觉得特别干的一些局部都可以使用它 所以这一支呢基本上我觉得它是神高 哪里干擦哪里准没错 第二个tips呢是跟指甲油有关的 大家家里都会买指甲油对不对 那指甲油放一段时间呢可能你会发现有一个分层的现象 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首先是需要均匀的摇晃这瓶指甲油 因为每一瓶指甲油里面呢都会有小钢珠 在你摇晃的时候它可以将分层均匀的混合在一起 不过这样的动作呢难免都会带入少量的气体进入这个指甲油里面 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在摇晃之后用双手温暖指甲油 然后轻轻的滚动指甲油 这样就可以将气泡去除了 很多同学在冬天呢会用一些身体乳霜 但是有时候会觉得身体乳霜似乎不够滋润 又不想用身体的护肤油 这时候该怎么办呢 可以用一些你脸部的护肤油 滴在你的身体乳霜里面 把它们混在一起 然后再擦拭全身 这样子可以大大的提升身体乳霜的滋润度哦 好第四个美妆tips呢 就是当你觉得睫毛膏已经干掉的时候 可以第四到五滴的眼药水到睫毛膏里面 这样子呢睫毛膏就又变得湿润起来咯 眼药水建议大家最好使用保湿型 接下来这个tips呢 跟身体的那个蛮类似 它是给头发增加滋润度 那怎么做呢 首先就是找一个容器取出你的发膜 放进微波炉里面盯大概五秒钟 把容器拿出来之后可以倒入适量的橄榄油 把它们混在一起 然后当发膜涂抹在头发上 橄榄油的滋润度大家也知道非常高 所以它混在你的发膜里面呢 会让发膜的滋养滋润度大大的提升 非常棒哦 如果你的发质属于受损厚的发质 或者是非常干燥干枯的发质呢 不妨试一下这个简单的方法哦 我相信混合偏干或者是干性一点的肌肤呢 会觉得敷深层清洁面膜是一个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在敷的同时呢 你会觉得很干 那这个时候怎么解救呢 我自己的tips呢 就是在你洗澡之前 把深层清洁面膜敷上 然后进去浴室里面洗澡 因为浴室在你洗澡的时候 不断有蒸汽冒出来 利用这些蒸汽呢 会让深层清洁面膜不这么干 不这么紧绷的感觉 所以敷深层清洁面膜也可以很舒服哦 大家在化眼妆的时候呢 经常都会说上面化好了 下面的眼妆也化好了 因为在化眼妆的时候呢 会有那些眼影粉 掉到眼睛下面 这样子会导致整一个眼妆呢 很脏 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其实在化眼妆之前呢 建议大家先用蜜粉刷 铺一层蜜粉在眼睛下面 这样子在你化的时候呢 即使眼影粉掉到下面 它是掉到蜜粉上 当你完成整个眼妆之后 你可以用蜜粉刷 把眼睛下面的蜜粉刷走 这样多余的眼影粉呢 会被同时带走 整个眼妆呢 就会变得很干净咯 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轻易卸除亮片指甲油的方法 首先呢就是把化妆棉剪成跟指甲的大小 然后准备一些铝箔纸 这些铝箔纸呢 可以把它剪成一条一条的 都准备好之后呢 用化妆棉沾湿卸甲水 把它贴在你的亮片指甲油上 然后用准备好的铝箔纸呢 去把它包在一起 过一会儿拆下来之后呢 你就会发现亮片指甲油 很轻易的就会卸下来咯 接下来的这个tips呢 还蛮多同学在微博上面问我 就是擦完保养品之后 为什么一化妆呢 就晕开或者是搓泥 各种现象就出现了 在做完保养的程序之后 最好间隔15分钟的时间 再去做彩妆的步骤 这样可以给足了时间 让保养品去吸收 不然的话保养品还没有吸收 你就马上上彩妆 当然就有可能出现活泥的现象哦 接下来的这个美妆tips呢 其实人人都知道 即使是几岁的小朋友都知道 就是每一天呢 要喝大量的水 这一点呢 不要说小朋友 很多大人都做不到 那喝很多水呢 除了给身体起一个排毒的效果以外呢 还可以让肌肤保持足够的水分 多喝水呢 可以加速身体的新陈代谢 并且可以让肌肤的表皮层 保持水嫩弹性哦 所以每天大家一定要多喝水才行哦 那好这一些呢 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十个美妆tips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哦 如果你喜欢这支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在下面给我点一个赞 作为支持哦 如果你还是新同学的话 欢迎订阅我的视频频道哦 谢谢大家观看 那我们下一次见吧 哦 by the way 如果你有任何的美妆tips 我在视频中没有提到的呢 也欢迎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一下哦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